拜託大家集中三票 三點七集為國文 即便是下雨天賴清德穿上雨衣 還是繼續為郭國文神神催票 台南市立委補選打得火熱 繼賴清德說出民進黨只剩一口氣說法後 事隔一天他明顯變得低調 我跟國文還有整個競選團隊 都會全力以赴 而且會再接再厲 面對這次立委補選 賴清德幾乎可以說是全力投入 就算是腳扭傷 還是馬步停蹄為郭國文輔選 外界解讀賴清德請辭後 全力深耕地方是想從台南出發 面對群眾難免意外多 就像郭國文在善話敗票 就遇到這種突發狀況 幸好當時團隊有人出眠制止才沒有釀成人員受傷 那有人刻意去捕捉那個鏡頭又上下那個字幕 要想要塑造我們理人民的訴求 我們呼籲各正宜應該審慎處理 約束自己的支持者不宜有類似情勢的產生而破壞整個台灣民主制度的運行 不過另一頭對手謝龍介當然不敢怠慢 畢竟台南市一直是綠營鐵票倉 想要奪下一席也得卯足全力 本週六還特別邀請韓國瑜來站台 就是要藉著韓流高人氣來為選情加温 那韓總帶起這一股潮流 當然我們就在他隔壁 台南當然應該要分一杯羹 韓流一路向北 台南立委補選或多或少 因為韓國瑜增加不少話題 但對綠營來說 這場選戰不只攸關民進黨未來 也牽動著賴清德的政治佈局 環宇新聞成員為李嘉瑜 台南報導 好